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股市王牌盤後解盤的節目 今天台北股市好厲害喔 漲了500點 所以你如果不在下板在砂的時候去佈局 那你怎麼會賺得到 你今天要怎麼辦 追啊 是不是在追 所謂是今天像6415這樣 然後漲停給他撞下去 是這樣嗎 是不是這樣 人家昨天他殺到這裡 開低你不敢買 就上去拉起來小漲一下 然後今天直接跳空漲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不會說我們有細力 沒有沒有 不要人家今天漲停我們就有 但是我在這裡講了一些股票 其實不用去講 你就知道說我在這裡去注意 的一個方向在哪裡 你看 你看這三月就是當初的時候的中砂 然後這個時候的家經 這個時候是中砂 這個時候家經 家經中砂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都是在這些股票上面嘛 它跑不掉了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有的股票呢 我們就長線短做嘛 就是這樣來來回回 做當初就是 你要做到的就是要有比較 長線架構的股票嘛 那我昨天有講 我昨天怎麼講 我說我們一開始要做短波段的操作囉 我昨天講的時候 美國股市還沒有大漲 而且美國股市還蠻厲害的 昨天從漲500多點 我記得好像漲513點 殺到跌153點 總共應該是684點 531 跌到153 684點 高低價 還漲起來 你看 那今天的台北股市更厲害 台北股市今天漲了507點 507點 我們看一下漲最多的 你看運輸類股有漲 運輸類股漲3.76個百分點 電子股漲3.7個百分點 對吧 所以重點 你要知道你要怎麼去掌握住 那金融漲1.76 生計也不錯 生計漲3.15個百分點 所以重點 如果你事前沒有去佈局 你怎麼去賺錢 就像每一個人都在這裡的時候 像今天他震盪下來 今天照哪裡 我就講這個給你聽 今天去到這裡 這個位置叫做什麼 這個位置叫季線 138.5 我給你看一下 這個叫照相 138.5 你要注意你就知道 這裡是賺點 有的人殺下去就緊張得要命 但是他起來不夠強 他今天最好 其實他應該這三天來到151.5 就是黑K的中線 所以來到這裡我們說 總之一件事給大家聽 當你每一個人都看不起 2330台積電的時候 你去參加台積電 你買下去去參加台積電 他是秒填席 秒填席之後 我們看一下 16 17 對 秒填席 那秒填席之後 我們看到了最重要的重點 今天 漲了24塊 你除息是對著 趕快 台積電 那你等於 等於這個時候要在這裡 想要跟他除息 你只要去買的是了解 所以 股票要買到時 這才最重要的 這樣了解 那我們既然是短波段的操作就是 那股票可以延續下去 可以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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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延續 有延續力的 那來到這樣的時候 我給大家看幾檔股票 第一個 我們剛剛看到6415 這個是我們的股王 藏國學人寫到要死 藏國學人在那寫 可能5274 可能在那寫 現在5274 今天有多少 2950 那今天的 6415 3160 贏了吧 今天一架 跳空漲停 那我們講另外一個 叫6104 因為架空 架完也是3035 我是因為3035 架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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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要理他了 我們就要改看6104了 6104叫過高 今天呢 漲停 那我講6104完了以後 我的頭信連買14天的 叫做金豪科 金豪科漲停 對吧 這個就是IC設計 你當你看到6415這樣 跳空漲停的時候 今天3661最高漲停的時候 你就知道今天你要買 就是IC設計的股票 IC設計的股票會輪動 我們什麼股票 續航力你知道嗎 這才最重要的重點嘛 是這樣嘛 那我在這裡 我把這張圖拿起來 你大家都會知道了 所以在加起來 我們要去注意 當資金 我那時候是不是又講一個 講到哪裡 那個 我也講到說那個已經 什麼2603 是不是 他已經 他已經怎樣 已經 那個春天 春天已經過 改到哪裡了 改到26 2610 你看 這是華航 2618 這長方 是不是這樣 所以喔 有時候你要知道 你要你的資金 要配置到哪裡 你如果今天在這裡 人家在大棋的時候 你又抬下去 又嚇到屁股 為什麼嚇到屁股 昨天的低點跌破了 你怕不怕 昨天很厲害的 6477 我今天 我今天掛 當沖的 要把它空下去了 是不是 空下去 今天大盤漲500多點 我們要翻黑最後 才收起來了 昨天很強的 16009吧 1609都在平板下 昨天漲停 美國漲停到錢 所以我們資金 有時候要開始 比較 要小波段的配置 小波段的配置 那有些股票呢 我就這裡來跟大家講一講 我有送給大家的什麼 送給大家當沖的這個 這個你可以來索取 就像這個時候 這禮拜五的時候是 空東檢買家經 有辦法 空東檢買家經 是不是這樣 所以重點 這個部分 這個我都免費送給你了 你就利用我們 Light 8 Light 8的這個部分 來索取 Light 8來索取 就OK了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來講一個族群 我來講一講 就大盤 我已經講過 先解一下大盤 大盤的部分 節奏的一個部分 來到這裡 我們先看大盤 這是不是雙底的結構 這樣起來 漂亮吧 不錯 而且增一點量 投信是買超 外資是賣超 然後4000 4000的 就是貴買指數 貴買指數的部分 也是這樣 雙底的結構 但是差別點是什麼 貴買它有先破低 這破低得漂亮 破低 你如果做那個 城市交易會在這裡放空 在這裡放空 在這裡停損 所以有時候 它會有背離的現象 OK 那背離的現象 那來到這樣的時候 我們去看待一些股票 來 那看待一些股票 我就從這個地方看 然後我們看6104 原來軋空是3035 這軋空軋耍的 回補 到18號都同步回補了 那再來6104 6104股價創高以後在這裡 叫TAPC的概念 TAPC會帶2436的尾錢電 接待5351的預創 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你要買龍頭 龍頭在哪裡 6104 6104是這樣 頭信買買買買買 賣了一天 它跌下來了 然後再買回來 它今天暫停 你看這買下去 他落下來 下一天買 它就暫停 當然今天大盤強 所以它暫停 那另外一檔股票 就是30060千毫科 在IC設計的部分 我講說它本益比低 我們看一下 來到1704 你看它賺多少錢 17塊幾 它本益比起來 10倍 不到10倍 那你看到了 我們看到這裡 家人買14天 連買14天 對吧 那它今天漲停 沒有意外 今天漲500多天 漲停沒有意外 那我現在要告訴你的 我們要做佈局是什麼高評 那是重點 我是不是講過1560的中砂 1560這裡連買11天 中砂今天整理完 我等一下拿那個圖給你看 來我們把這收起來 我就拿這個圖給你看 我今天也要講一下這個族群給你 那這一個當沖的這個 我就不太特別去多講了 每天都給兩檔 每天都給兩檔 今天又殺回來 要給你買的一檔股票 叫做2603138138.5 那我今天是定151.5 它今天最高來到148而已 但是你也是有賺錢嘛 OK的部分是這樣 那另外一檔 我是今天是6477 要把它賣下去 賣下去 你看它真的下來 所以重點 你要把握住那個小波段 小波段 我們可以賺一點小錢 但是有波段的時候 我們就要買一個波段的股票 那現在來波段的股票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看 來 第一個 我今天要再給你看一下 昨天我講什麼 昨天我講什麼 昨天我跟你講 這個環球晶已經起來了 對不對 那今天環球晶這樣起來 然後這台勝科 拉回來 這個投信是不是都是買鈔 投信也都是買鈔吧 昨天殺回來 到哪裡 到所有均線的位置 今天它漲停 然後我們看一看 這個部分它就沒有 沒有那麼強 它就沒有那麼強 有沒有 再從這裡來看 六四八八的環球晶 它今天漲了什麼 漲了七八八 你看股價起來 底部打起來 這個有沒有 這個給大家看 外資投信同買 所以它起來 然後你看三五三二 三五三二 投信連續大買 昨天拉回來到哪裡 拉回來到月線 月線跟季線的交叉 月線季線的交叉 有279 這是不是278 278.97 就279 279 噔 上去了 那6182 它就沒有那這樣 所以它彈的弧度 就沒有那麼多 這裡看到了 這是在矽晶炎的部分 這矽晶炎的秀蘭姐姐是怎麼講 他說三連的產能都被人家買光了 那三連的產能都被人家買光 你要去注意的是哪一個方向 三連的產能被人家買光 那我們在最近跟大家觀察的是 3707的漢裏 我最早先跟大家觀察了3707的漢裏 你記不記得 它在這裡打底 打底的時候起來 然後我們看到這裡 來到這裡這是什麼 來到這裡是 是這個季線 季線做拉回 拉回回到哪裡 回到月線的支撐 回到月線 月線是112.5 月線是112.5 對吧 那今天拉起來 上去 我要講的是 從矽晶炎看到第三代半導體 第三代半導體 還會延伸下去的是什麼股票 我們講TAPC講到創委 我們講300 講到記憶體講到了晶豪科 那來到TAPC的相關 來到第三代半導體的時候 我們看到6488的時候 你看到3532的台勝科 那來到矽晶炎 來到第三代半導體的時候 你看到3707的漢裏 3016的加晶 1560的中砂 那等一下還有哪一檔股票 我們在這個地方 剩一分鐘嗎 那等一下我們回來 再詳細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 當時我給你講的一張圖 這張圖在這裡 再給你反覆去檢驗一下 當時在漢裏再漲上去的時候 不可一試的時候 它漲到115.5 它這樣拉上去 它從這個低點 從那低點漲了48.9% 那是我說我們漢裏不要買 我們買這支叫中砂 中砂反而從這個位置 從那個五六月的算 它是跌了8.5% 那個時候的中砂是70.9% 那這個位置是115.5% 115.5% 都要減做70印 都要40.6% 這差多少 差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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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115 對,差40.6% 差40.6% 差40.6% 有沒有看到這差40.6% 兩個差40.5%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3707 127 然後 1560 129 它還多它兩塊錢 對吧 我們等一下休息回來 我再把這個方式再 複製到一檔骨牙上面去 它未來的股價也會拉這樣出來 那你等一下注意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非凡 非凡 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非凡商業台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我们类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大家好 欢迎回到 股市王牌第一个改端来 我们把时间 把时间 我都喜欢讲的是未来 我不喜欢讲过去 讲过去又讲过去 都不用说那些事 我在讲的就是 去年 应该去年 去年8月26号的时候 我把这个图拿出来 我现在还有一条新桌 就是要送那些股票 你看你加做还是不加做 那时候当汉磊是111.5的时候 已经起40%起来 111.5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 如果我们可以做得更远 不要去叫官 不要那么冷门的叫作中砂 中砂当时的股价是40% 70.9% 那70.9%减掉这个111.5% 所以要差40.5元 差40.6元 就是汉磊的股价比中砂还多40.6 就简单讲你把汉磊卖掉去买中砂 你还有存40块40.6 40.6 但是今天的中砂是129 那今天的汉磊是127 它比它少 这样差多少 这样差多少 你看这样差多少 所以这个部分在碳化系细菌炎的概念里面 就是这样的概念 就这样 它就往这个方向去 那为什么 那个时候我有讲过 我说中砂它有稳沉 那汉磊有加精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它基本上一公含殷菲林 它涨价涨50% 所以可见第三代半导体是很缺的 很缺的是上游缺 那IC设计缺不缺 更缺 IGBT 跟IGBT有关系的3675的德伟 今天又来到涨田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图 你这个图 如果那锡干来回到这里 你一定会去买 你一定会去买 买这个中砂 因为大盘跌下来的时候 它并没有跌 大盘跌下来的时候 它并没有跌 还在创新高 你看 中砂刷创新高 大盘是这样 你要来考虑我大盘 什么时候解套 它是这样 对吧 那这个 这些古早的事情 我们就把它拿起来了 那你中砂就续爆就好 它就是这样一直往上走 那你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要给你再去比较一个东西 中砂的EPS是多少 中砂的EPS4.78 你现在记得好 那我现在要跟你讲另外一个 第三代半导体 如果它的SIC都很缺 主要的原因是一对 IC缺货 它才会缺 你如果没有需求怎么缺 所以SIC用在最多的是 用在IGBT 跟充电 GIN的充电 那IGBT里面我们国内 这个IC切入最早的是谁 叫8261的附顶 好 我现在要讲这个给你听 你来看这张图 今天我们MAS去上课 所以我要再做一个 从这个中砂跟附顶的比较图 我明天就给你 你看它大盘这样落下 那我们看到了 附顶在这里干嘛 它在这里一直盘整 大盘一直落 大盘来到18619的时候 它的股价来到125.5 然后杀下来杀到98 98的时候 它还在往下杀 它都没有杀 代表啥 代表啥 我把大盘放到这里给你看 代表什么 大盘在这里落下 它8261 你再怎么杀 它就在这里吃你 我吃 因为这个elp 跟这个一样 1560一样 1560 Здесь有elp 所以在这上去的时候 下来讲 因为量不够大 它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就小量过高了 这样有些头 在这里就同样 这126.5 是不是这样 对吧 我那一天还在这里拿 我应该还记得吧 说来到月线 来到月线114 月线的位置是114 月线的位置就是114 昨天啊 我说126.5会过 今天过了没 过了 所以要不要再去追他 你就续报就可以了 拉回都可以买的 这个族群是这样 好 那我现在又要复制一个模式给你 以前就汉雷和中沙在比 我现在要复制中沙和8261来比 为什么 如果没有IC设计给你投单 你就加单元 你那里也没有业绩啊 一定要不给你投单嘛 所以他用在IGVT的这个部分 就是电动车的高频高压的这一个 这一个IC MOSFIT的相关的IC 那在SIC的这IC里面 他切入的最早 8261 在这里来看 看他没有漲停了 没有漲停 他还在这里盘整 但是1560已经穿起来了 那我不要再给人家比那个3707的吧 我比1560给你看 他来到129 他的获利是多少 4.78元 129 记得好 129 4.78元 我们看8261赚多少钱 赚8块 多几块 多3块 多3块 股价呢 他股价才112 而且他是IC设计 所以你看到的关键的部分 就是这样 这样一个 他的毛利率是33.68% 33.68% 然后1560的毛利率是33.5% 白这个 但是赚他赚得多 他的股价 129 他的股价 110 那我可以明确跟你讲 未来这三档股票里面 股价最高的会是富顶 为什么 因为富顶是换洪海集团的 而且他在这里 我跟你讲 吃费吃1个月 2个月 3个月 我已经吃3个月 吃到100%了 来来来 来来 我再看看有没有高价 有 那里前面还有一个 最高价是137 我告诉你 你看到的这一个跟这一个 都不会是高点 你只要让他这里打底打好 你看他在这里打底 这起来以后 在这里打底 大盘再往下刹的时候 再看一下 大盘再往下 抬起来 抬起来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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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金本没在插手里 我讲我这样很难听嘛 根本没有理你 头信没有买 外资时买时卖 衰在意 你爱买就买 不买就不要买 随便你要不要买 就在这里 是啊 是啊 那未来在IGBT的IC里面 未来他只要供应电动车 只要供应这个鸿海 就吃到100%了 更何况他的 他的产业的产业链还不错 那你看他的获利 我们讲到获利 当那时候我们讲到370C的时候 讲到获利给你看 他都这个赶快一百二十几块 他赚七毛三 他一百二十七 对不对 一五六零 他四点七八 他一百二十九 然后八二六一 他是IC设计 是你这个矽精炎代工的很重要的 这个最重要的获利的来源 最重要的客户 他赚八块 他股价最便宜 他股价在这里 你很简单 这股票买下 九十八 你是买咖啡吗 九十八跌破就认赔 你看大盘在怎么杀 我衰在意 你怎么杀 你就杀吧 你怎么卖 你就卖吧 那以后呢 以后我告诉你 这人股票上两百块就是正常的 八二六一上两百块不是正常的吗 我们给你看 他现在来讲 现在赚八块 一百一十二 我给你看六一零四 到底他现在赚几个 他现在赚六块 他赚六块 创为是几块 创为是两百九十二 创为两百九十二 八二六一 未来的展望 比创为还要来得好 他现在股价一一二 三里 但你两百块 谢谢我 就这样子嘛 就像那时候 我跟你讲 这中砂三里 结果他中砂的股价 现在超过汉壘 对吧 那现在我跟你讲 六一零四 六一零四的股价 已经二九二了 然后八二六一的股价 现在才一一二 等未来法人发现了 发现了他的价值 IGBT的晶片 价值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的股价就媲美六一零四 就这样啊 好吧 那我把这一张 跌上去了 跌在这里了 好吧 这个就是很重要 操作的一个概念 那另外一个 一个的部分是这样 我们的载板 很嚣张 很厉害 一直载板 一直都说 我载板都是缺货缺货 缺到二零多少 但是今天有一个人出来讲 讲说我 我载板 我今年就要投产了 那很多人在笑他说 你真顶怎么会投产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东西 真顶的总经理是谁 真顶的总经理 是以前3037的 3037新兴的 载板部门的副总 好吧 今天很简单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重点 就在这里 换骨战斗班 掌握这样的机会 祝大家操作水 再见了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